上主是我的光明 我的救援 我还畏惧何人 上主是我生命的恐障 我尚害怕何人 我的胃口 我的臭蹄 反而跌倒在地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的读经语告诉我们 阿利亚跟阿哈布 跟八神的关系 他们已经三年之久没有效仪 阿哈布就邀请所有的司机 先知 不管是八神的先知 或司机 或天主的 要一起来 要祈祷 但是阿利亚就说 我们要轮流 八神的司机们 他们先祈祷 用他们的方式 以后我 阿利亚 以我们的方式 要祈祷 那八神的司机们 他们就这样的祈祷 他们也把他们的身体伤害了 流血了 他们的声音很大 以为他们的神在睡觉什么的 但是 他们的祈祷都没有被烧掉 阿利亚 他祈祷之前 他还要求他们 把他的祭物用水 要灌水 灌了非常多 他一祈祷 他们的火 就从天上下来 把祭物分烧掉 天主聆听了他的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准备我们的心灵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愿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摧连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子 摧连 上主求让我们得到永生 与祢 出来 天主 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能的根 targeting 协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吨主 以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コ Coming Aufbeium 上主求您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与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 摧连 上主耶稿 上主音 grass is calo t behind the camera mee 永生勇往 阿们 攻读猎王纪上 那时阿哈布国王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 召集了先知们一起来到了加美勒山上 厄利亚走到全体民众面前说 你们犹疑不定 魔灵两可 要到几时呢 如果上主是天主 你们就该随从他 如果巴尔是天主 就该随从巴尔 民众无言以对 厄利亚对民众说 上主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巴尔的先知 却有四百五十人 请给我们牵来两只公牛来 他们可任选一只 切成碎块 放在木材上 不要点火 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 放在木材上 也不点火 你们呼求 你们神的名字 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 那降火 表示 答应祈祷的 就是真神 民众回答说 你的建议很好 厄利亚对巴尔的先知们说 因为你们人多 你们该先挑选一只牛 准备好了 然后呼求 你们神的名字 但是不要点火 他们把送来的公牛牵来 预备好了 从早晨 直到中午呼求巴尔的名字 说巴尔啊 应允我们吧 但是没有动静 也没有反应 他们就在所逐的祭坛旁 跪下来又起来 不停地跳舞 到了中午 厄利亚嘲笑他们说 你们大声点呼喊吧 因为他是神 他也许事物繁忙 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也许正在外旅行 他或者正在睡觉 必须把他叫醒 他们便大声喊叫 照他们的习惯 用刀和枪割伤自己 直到流出血来 到了下午 他们仍继续狂喊乱叫 直到晚祭的时候 仍然没有动静 没有反应 也没有谁理会 厄利亚对全体民众说 你们到我这里边来吧 民众便都到他那边去 他立即把已经坍塌的上主的祭坛 修好 依照雅各子孙的支派数目 拿了十二块石头 雅各就是上主 曾对他说过 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的那一位 用这些石头 因上主的名 筑成一座祭坛 在祭坛四周 挖了一个可容 十四公升的水的水沟 把木材放好 把牛犊切成碎块 放在木材上 然后吩咐说 盛满四桶水 倒在全帆祭和木材上 他们就照做了 他又吩咐说 再倒一次 他们又再倒了一次 他再吩咐说 第三次 他们就倒了第三次 水沿着祭坛四周 奔流下来 沟就满了水 到了献祭的时候 厄里亚先知 走上前来说 上主 亚巴郎 伊萨格 和以色列的天主 求你今天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天主 我是你的仆人 是奉你的名 命做这一切事 上主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些人民知道 上主 你是真天主 是你使他们心回意转 于是上主的火降下 焚尽了全帆祭 木材 烧焦了石头和尘土 也烧干了沟中的水 民众看见了 都俯伏在地说 上主是天主 上主是天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上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天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我对上主说 你是我的上主 上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人们 人们 归依了其他的神明 必然痛苦 被增 我绝不向他们 奉献 血祭 他们的名字 我也 绝口 不提 上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上主 上主 你是我的产业 我的一切 是你掌握着 我的命运 我时时定睛 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上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你只是给我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 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 才有永远的福乐 上主 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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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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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请指示我 你的道路 交给我 你的途径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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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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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德行临同在,共读圣玛窦福音,终于耶稣,我能同归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非除法律或限制,我来不是要非除,而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都过去,法律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过去,全部都要成就。 所以,谁若非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 但是谁若俊守了,也这样教训人,他在天国里要成为伟大的。 上主圣言 大家早安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耶稣说,他来不是为非除法律,而是要满权。 但是从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耶稣跟法律塞人,跟犹太人的领袖们的关系,我们会看到耶稣常常被指控,他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过他的生活。 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他们的法律说,安息日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在科华翁,他也做了。 在《仁王福音》应该是第五章,在走廊,羊池的走廊,他也在安息日治好了三十八年痰患者。 在安息日,他跟门徒们走路,门徒们就把麦子掐了以后就吃了。 这样的动作本来是不行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耶稣没有均守安息日的法律。 他们的要求,如果遇到这个是解跟不解的法律,如果遇到实体,遇到病人,就要原理。 但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好几次,跟病人就是站在一起。 跟病人,跟罪人一起吃饭,甚至他的手也碰了病人。 在南云城,一个寡妇,孩子过世,耶稣来了,他就碰了这个尸体,死人就复活了。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好像耶稣没有很遵守法律的要求。 那耶稣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来不是为了废除,而是完全法律。 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拉比门的教导,他们所教导的,会收集在他们的灵修书,叫做Talmud。 在一个Talmud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外邦人,来找有名的犹太人的老师。 那时候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做Shamay,另外一个叫做Hilal。 这个外邦人到Shamay哪里,就跟他讲,跟他们这两位有名的老师,就讲说,你们可否告诉我,你们站着,就是一只脚抬着,告诉我,全部的法律的中心在哪里,法律的主要的内容在哪里。 站着哦,会长多久。 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告诉我,法律的中心在哪里。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法律好像有360多条,从这么多的法律,到底重点是在哪里,中心在哪里。 Shamay,这个老师拿着棍子,你走开,把他赶出去。 但是Hilal一听到了这个,他就讲了,他说,不要对你的灵人做你心痛之事。 这就是法律的中心,其他的就是为这一条的解释而已。 Hilal就说,不要对你的灵人做你会让你心痛的事情。 这个就是法律的中心。 当耶稣在圣殿的辩论的时候,有人就来问耶稣, 法律中有这么多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大的? Hilal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棒,你不要对你的灵人做让你心痛的事。 他忘记了对天主。 他所看到的,我们人跟人的关系而已。 但是耶稣所看到的,先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你要爱天主,你要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 第二条,你要爱你的灵人,如你爱你自己。 所以为耶稣来说,法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要求。 重点就是在这里,是天主跟人。 天主跟人,这个才是法律的重点,法律的重要。 其他的就是一个解释而已。 比如说,昂昔日,你不可以走超过几步, 那这个就是多余的。 这个是多余的。 你遇到穷人的时候,那个病人或是罪人的时候, 你要离开他们多远,免得你也被传染。 但是这个跟爱有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爱他们这些人呢? 那如果你爱他们的,你应该就是要竭尽这些需要你帮助的。 所以耶稣他就这样做的。 他看到的爱那个法律的重点是在哪里。 刚才在福音里面我们所听到的耶稣说, 如果有人把法律活出来也这样的教导人, 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我们看到耶稣,他为了这个法律, 他不只是在每天的生活, 他甚至以他自己的生命做代价。 他就是最大的了。 所以在我们每天,我们在均守法律,规定, 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在我们身边。 但是我们看,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为天主,重点是为了人。 柏德鲁,当耶稣升天,圣神降临, 他在圣殿教训人被抓了。 以后呢,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再以耶稣基督的名去传教。 这个也是规定,这个也是法律。 但是柏德鲁说了什么? 我们要听从是天主。 我们要听从是天主。 所以耶稣基督,他服从法律, 但是这个法律的精神就是他抓住。 其他的都是解释而已。 我们也一样,要忠于天主。 上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看过。 主,愿你以圣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是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执意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力,全力, 全力,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法圣母玛利亚, 提出圣人圣女和阿弥亚, 终生事若明。 主,请以你的从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随人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随人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满分之其能的安慰者圣神, 请祝于我们及一些信友的心动。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朝贱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去成见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所向同一国马, 并使上为同守福音的方法人民, 获得你的分离其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十两。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愿以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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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失恋 我依靠天福州向帝供应 我不用再同望与挂念 他依心既然此无可责度 但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无论有欢喜爱怎会鲜明 老苦中他自安排